民建党前立委也是民事的创办人蔡同荣 在早上惊传中风昏迷 紧急被送到台大医院急救 根据了解她的昏迷指数只有6 情况是相当严重 据探视的立委也说呢 比他们想象的似乎是还要严重得多 邻居说蔡同荣每天早上5点都会去运动 常常会坐伏地挺身拉单杠 怎么会中风送一令人非常意外 去年才在立法院当场外套脱掉 鞋子踢掉 做起伏地体身大秀体能 让人印象深刻 早上8点多前立委蔡同荣却惊传中风 从板桥家中送往台大重症病房挤救 两个医护人员嘛 然后跟他本人在担架床上 然后还有一个老大哥 电话下来的是女生 他在担架上的情况还好 昏睡的感觉啊 我昨天还在运动场 你看到他 邻居都相当的震惊 毕竟曾经叠伤的蔡同荣 仍保持运动的习惯 一向是意味活龙的他 还曾经向国防部下站铁 挑战吊单杠 让人印象深刻 对自己的体能相当自豪 中风消息传出 让许多人相当惊讶 非常喜欢运动 所以今天听到说他 他中风感觉都很惊讶 甚至长跑他都可以 所以二十多年来我认识他 连感冒都很少 几乎都没有生病 所以这次的突然中风啊 一定跟气候的骤降有关系 他的润性 就足以来就对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 献上最大的祝福 上午听到消息 也好友陈唐山也表示惊讶 目前蔡同荣昏迷指数16 正在重症病房急救当中 78岁的蔡同荣 2012年才卸任立委 嘉义中学台大法律系毕业 曾赴美攻读硕士以及博士 也是民事创办人之一 一共担任过六届的立委 同时也热衷运动 身边的朋友认为 可能是因为气温骤降引起中风 许多人听到消息都祝福他 能够渡过难关